土豆是花蓮凤林的传统作物 2018年栽种面积有百公顷 在小指化和种植农民减少的冲击之下 目前只能够维持在30公顷左右 凤榮地区农会为了扶植在地特色农产活动 特别举办了花生行销 希望可以持续为小农来拓展新商机 活动一开始 许多民众与贵宾都来到一旁的花生田 虽然天气炎热 每一位游客也都使出全力 拔出生长在地底下的有机花生 斑拔花生的时候 直接整颗握紧 直接往上提拉 整串的花生就可以拔起来了 这是九号花生 所以它的果实不是非常大力 但是非常非常的丰厚 由于环境以及耕作 无法进行连续的种植 也影响着花生在凤林镇 农业的竞争力 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之下 凤农地区农会也不断的为花生农寻求解决之道 真的是连作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他只能做一起而已 再加上高龄化 我们凤林65岁以上的老人家 达到百分之二十四 超高龄社会 真的我们 所以 人力的短缺 所以为什么造成 现在的面积是以往的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们要找回失落的 就是花生的岁月 要把花生复兴运动 从你我开始做起 所以刚才感谢我们荣耐金库 所以真的赞助我们的 整个活动的 他非常非常的赞同 更要感谢我们凤林镇 大家长好 我们今天地方的产业 我们的青农 要靠自己 很辛苦 地方在我的角度 我们所有的农会 本来就是要 主导在地的青农 我要扶持我们的农业 我们要保障农民的收益 但是政府所的业务 就是在上海到现在半年的时间 所有方方面面 建设四楼 那我一直在想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地方的产业 他们虽然很辛苦 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也有一定的成绩 那我们这工作 第一个 把我们凤林的景点 好好的跟它规划 来跟它建设的完成 那我们的市容 好好的跟它整理起来 让所有来到凤林 全省的游客 看到凤林之后 都能够维持经验 凤林镇杂粮班 在2018年开始成立产销班 目前约有30公顷的种植面积 在活动当中 小朋友们一起夏田 亲自采收花生 体验乐趣 体验小农生活 共好在地的文化 记者凌桀 丰林镇采访不了